第四题 来我们要证明 B分之A等于 Z分之C等于F分之1 然后等于 一直下去然后又等于 下面的分母都相加 分之分子的相加 OK 这一题的证明其实跟刚刚的 过招三的证明 非常非常的雷同 所以我们去怎么证明呢 我们先去做假设 我们先假设B分之A 它们都等于 Z分之C 也等于我们的F分之1 都假设叫做K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出 那A就可以叫做什么 BK C就可以叫做DK 那E就可以叫做FK OK吗 好再来 那当然后面你说老师 ABCDEFG G等于什么 然后就一直 以此类推下去 再来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我们来把原式 重写一遍 原式叫做什么 AB加上 再来 Z再加上F 再加上点点点 上面的叫做A加上 C加上E 加上点点点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把A用BK带进去 C用ZK带进去 E用FK带进去 OK好再来 这里 也画一条线 那当然这里就加上去点点点 那楼下呢 叫做B加Z加F 加点点点点 好 老师刚刚忘记了一个地方 所以很抱歉 这里补一下 你假设它们等于K之后呢 你要写一下 K不能等于什么 0 OK你要记得加入这个条件 好 再来 上面这一个呢 我们可以把K都提出来 就会变成括号的 B加Z加F加点点点 那楼下的分母呢 就会叫做B加Z加F加点点点 所以上下一约 就会剩下多少 K嘛 好 所以老师 这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人叫加好了 加也等于K呀 然后你知道K又等于什么 K又等于 K又等于我们的B分之A 而且K又等于我们的 Z分之C K又等于我们的F分之1 啊头跟尾 是不是就又接起来了 故 得正 OK吗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方法 证明出来了 再一遍 一开始没有做什么动作 我们就是先假设它们等于K 然后把B、Z、F都 丢过去 A等于BK、Z等于ZK、E等于FK 再来呢 带进去 带进去 该提的提出来 该约的把它约掉 你就会发现它是K 那这个K跟我们的B分之A 书分之C F分之1 全部都一样嘛 所以我们就会得正了 OK 我们再来第二小题 A加B加C不等于0 而且A分之2B加C呢 等于B分之2C加A 也等于C分之2A加B OK 如果今天你的数学上这里是写B 请你记得那是错的 应该要C分之2A加B 那它们都等于K 求K的值多少 好 它的证明跟前面都一样 都一样 我们就可以假设2B加C 把除A丢过去叫做AK 2C加A丢过去 会叫做BK 2A加B 2A加B 把除以C丢过去叫做CK 然后呢 全部加起来 加起来你可以得到什么 左边的这边叫做 一个A加两个A 叫做三个A 加三个B 加三个C 等于 这边我们直接把K提出来 叫做A加B加C 好 有看出什么了吗 如果没有 我再写更清楚一点 K就会等于 来 左边这一个 老师把它整理成三倍的A加B加C 那下面这边 叫做A加B加C 所以一消 答案 K就叫做三 我再做A加B加C 我再做A加B加C